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今天作为一个开场的所谓的演员人 其实呢有一点 因为我先想一下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背景 就是说刚才蒋老师虽然说 这个话题议题好像是我跟缅音一起共同讨论 其实这过程中更是充分授权给缅音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我把这个议题丢给了缅音说 看可不可以讲关于台语的流行音乐 那这个东西呢 缅音也说OK 但是我其实多讲一句话 我并没有特别跟蒋老师报告我说 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有更酷的议题你想要做的 你觉得你的演讲对象 可能是一群不是真的受过正统音乐教育的朋友 不管年纪多大 那你觉得可以讲什么 你也可以给给看 那过了一两个月之后 他给的议题就是这个 哇吓死大家了 就是后半段所谓的如何领想麻水龙如何理解肖太人 我想大家一听到就会肃软其境这样子 但是前面他又很可爱的加了一个所谓的音乐麻光 那我想在座所有那个脸孔大概是三十五岁以下 大概麻光对你的也不意外 那如果你的 完蛋讲这后面是不是要讲老了 也不是这样说 也不是说 如果你的心灵年纪比较偏大 但是外在老不见得 对不对 你可能会觉得麻光是什么呢 麻光它就是 其实我破免疫能梗 就是哈利波特系列里面 它特别提到 就是在魔法世界里面 没有魔法的那一群 没有魔法的那一群 它就叫麻光 它是一个翻译字麻花这样子 那它通常讲就是说 平凡人 那我们的确在座可能很多人 他并不是对音乐非常非常熟悉 他免疫更强调是说 那他今天所有设定的议题方向 就是你根本不守所有的音乐 你都可以用什么方式 来对于马水龙老师的音乐 还有肖太人老师的音乐 能够有所感动 所以我希望今天你就会觉得说 那我就不用怕了 就不用什么乐理分析 曲式等等之类的 那我这边在做第二个很有趣的连结 我自己现在的工作是 我说我们中华民国教育体制下 我是高中老师的一份子 我是在桃园市的某一所高中担任音乐老师 我已经教书教八年了 而音乐这个东西也是有课程纲要的 所以各位知道什么大家吵什么黑箱课纲 主要是历史功名这种比较所谓的站在 比较主观性角度所看待 这一门学科的科学或者人文 那音乐其实课纲当然一直都有在写 只是从来没有人吵它 如果你有机会上网下载我们台湾国家定的音乐课纲 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是 他对高中定义音乐课就是上两年 每一年就是一学分 就说每一年两学分 那就是说你就是 但是对不起每一年一学分 所以这样两年下来是不是就四学分 可是他课章写得非常的精简 他就只是说 我们必须要在两年的音乐课里面 要上到的是所谓的本土音乐 世界音乐 原住民音乐 乐理要什么精神 创作可以教一些即兴什么 等于是课纲我们看到会信叫说 有写对于没写 而且更神奇的是音乐课只要不是考课 你就可以知道课纲有时候是公起来参考用的 那接下来就产生一个更微妙的问题 就是教科书是谁来写的问题 他既然不是考课那百花齐放 所以音乐课本 假如在台湾有五六个厂商在写课本 那他所引用的所有例子 比如说国家的课上说要提到本土音乐 那你能不能说要提到哪个作曲家 国家没有规定 同理你要提到世界欧美的音乐 他从来都没有规定 你必须要提那些作曲家 好那我就以我们现在 所谓的课本比较 算是第一大品牌的话 这个郑老师就比较了解华欣就对了 像华欣他的音乐课本里面 在高二的那一本里面 他提到了台湾音乐 他有提到三个环节 他有提到台湾的原住民音乐 他的后端有提到台湾的流行音乐 讲的真的就是流行音乐文化 从邓玉贤时代一直讲到五岳田舟杰勒 那另外他也有提到所谓的客家 还有闽南系统的音乐 但所谓的台湾 我们本土的在地的 比较创作是古典音乐家 那他该怎么提呢 我以华欣版本为例 他就在课里面 提到了三位作曲家 而这三位作曲家 分别是姜文也 马水龙 还有萧泰然 而他们提到的音乐呢 姜文也呢 可能音乐 反而我最后有会心一下 反而我觉得姜文也 他有写了一个台湾舞曲 然后曾经拿过 当年有个国际的创作比赛 拿到冠军 所以他反而有一个 在开头上比较提升 响亮的名称被按进去了 所以就放了一首台湾舞曲介绍 而另外课本介绍的 那一家出版社的老师选用的 就是今天 您要跟大家讲的 马水龙跟小泰 我想要这样再做一个连结 就是说 所有的高中音乐课本 如果你选用那家厂商 那老师如果真的有照课本教 我们其实音乐老师是很铁马行空的 如果你只有照课本教 你自然也会提到这两位大师 但是你提到了之后呢 你可能在短短的五十分钟的音乐课 学生五分钟冲冲的进来 好没有五分钟了 然后下课前五分钟 还要准备收吻 好你只剩四十分钟 然后管制训 尤其如果是男生学校 建筑应该是很合法 吵得要命 要管制训管十分钟 你只剩三十分钟了 三十分钟来 我们要听马水龙老师的音乐 我们要听肖泰老师的音乐 哇一首音乐可能交响曲 就二十五分钟 一首协奏曲十分钟 一首钢琴小piece五分钟 那些课本就这样过去 老师不知道怎么用比较精确的方式 去带孩子来认同 所以有时候也觉得有一点可惜 那也让在座的我们的朋友知道说 其实呢在我们台 音乐课本的前端 音乐课一个礼拜只有一节的状况下 其实要把很多台湾优秀本土音乐家 好的作品 要能够很深刻的介绍 有时候会觉得有一点时间不够的感觉 那当然很感谢的是今天所有在座来的 你等下就会听到免音非常非常精彩的演说 那你就可以更深刻的认识一下这两位老师 好那最后就是免音的一个基本简介了 我相信大家来之前 跟你手上的这个所谓的DM 应该都可以看得到 免音他今年应该是二十五岁二十六岁了 那我对免音的认识呢 其实我们两个我们都会说我们是君子之交 就是说他在高中的时候 我就知道免音他非常有野心 他居然会说他就会在班上 真的就会在班上做一个小型的 像Lecture一样讲五分钟 宣讲一些他那个时候很热爱的电影配乐的概念 然后呢 免音的爸爸呢又是台湾 他写所谓的我们说所谓的那种 古典音乐非常权威的老师 那这样子的交融之下他既有古典的血液 但是他又有一种对游行音乐热爱的心 所以他更可以知道他给他如何掌握精准的语言 然后可以带给大家 可以比较不会说这个东西比我那么遥远 好那我现在做一个简单的开场 真的很蛮久的不知不觉 好那我们就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今天的讲者杨明明 好 谢谢大家